好 各位观众 大家可以透过镜头就能够感受到 这个风到底有多强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 就是台东的大湖湘 以及大人湘之间 一个叫南兴海岸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呢 往这个海面上一看 可以看到这个长浪 持续地往海岸那边来拍打 那因为这里有消风快 可以看到白色浪花呢 就直接拍到海岸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目测的海浪高度 也是可以持续增加 大概应该有2.3公尺这么高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台中这里呢 随着台中台杜苏瑞越来越接近台湾呢 这个浪高呢 它也是越来越的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是在台东呢 在今天也是侦测到了5.1公尺的浪高 而且在南宇也侦测到了7.4公尺的浪高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镜头上的这个 因为是台风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雨呢 其实是一阵一阵的 来继续降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不远处 能见度其实是相当低的 因为在那里呢 据说其实就是有大豪雨的出现 那么可以看到来到过去12个小时 其实光是在台东的部分累积雨量呢 就已经达到了181.5毫米 这个雨量是相当惊人的 所以台东的山区呢 也必须要严防土石流 那刚刚除了雨还有这个浪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还有这个强风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因为刚刚提到这个风啊 还有雨都是一阵一阵来的 所以其实稍早我们非常辛苦的 摄影记者同仁呢 也是有拍下了这个大雨直接 让这个马路上的能见度 非常的低的画面 那我们的摄影同仁必须要靠在 我们的采访车上面 才不至于被吹走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除了大豪雨带来的新人雨量 还有风料呢 那刚刚提到的台东上市 就必须要严防土石流 而台东县政府的灾害一面中 现在昨天已经完成了一级开车 而国序的营区呢 也都已经后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包括台东指挥铺的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260余地区随时栽命 只要县政府说要马上的出发 他们就可以出发 那刚刚差不多一个催行消息 我们刚刚收到了 可以看到东指部的这个 他们跟我们证实 他们说呢 预计会在下午的一点 会来整备出发 而且呢 是会前往到像是金峰 以及大武良乡 而且呢 他们目前有准备了15元的兵力 包括中型的战术轮车等等的 预计呢 就是要来投入这一次的救灾行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风势还有理事 是越来越增强了 那当然果军弟兄也表示说呢 他们会来随时的来待命 而且会投入必要的兵力 来投入任何的防灾防台防洪的工作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最近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